二零二零年 藍綠立委攻佔主席臺 民進黨立委范雲被夾在國民黨立委之間 陳雪生緊貼在後 范雲怒告陳雪生性騷擾 日前二審判決定業 經過兩週 國民黨終於簽結調查報告 確定陳雪生不撤銷立委提名 更建議要接受性評課程 范雲怒批 藍以噁心 碧雲這種處理方式 和朱立倫跟侯友宜曾公開宣示的 最高標準檢驗 實在有摩擦 當初國民黨火力全開炮打民進黨 但遇到自家人陷入性騷擾爭議時 諸侯口中的最高標準 似乎一秒變成標準放寬 夏天宣告示我們 月光台報道